第3題 第3題 等於 Ka的平方 B的一次方 求 Overall Order of Direction 然後 R Certain Pressure of A and B Consent Temperature write the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R 我們先看A的先 第3題的A 第3題的A 它告訴你 K等於 R等於 K A的平方 B 的一次方 所以Order Of Reaction 就等於 2 加 1 3 就等於 3 就等於 OK Order of Direction 就是2加1等於 3 OK 第2題 OK 這邊它告訴你 Pressure of A is hard Pressure改變 OK 怎樣會影響什麼東西 Pressure is half 會影響什麼東西 所以首先在這裡 B的 你要開始做之前 你要知道 Pressure的改變 造成的影響 OK P1 V1 等於 P2 V2 那麼 如果今天 P1 V1 等於 Pressure 2 是原本的一半 Half P1 V2 那麼 我們把這個移過去 P1 除2分之1 P1 V1 等於 V2 那麼 這一邊解出來之後 我們會講到兩個V1等於 V2 也就是說 當 Pressure減少一半的時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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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的體積會是原本的兩倍 OK 增加一倍 OK 增加一倍 Persure減少一半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 Pressure減少一半,你的反应是 Pressure減少一半。Pressure減少一半 Pressure減少一半 Pressure減少一半 我会第一个小题 rate等于 ok 他告诉你 A的pressure减少一半 就是说 volume增加了 所以你这一个地方 的concentration 会变成 A除 的平方 然后B B 不改变 remain the same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浓度 是等于 number of more 除以volume 所以volume增加了 所以放在下面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 A 二分之一的 平方 然后 A 平方 B 所以就等于 四分之一 后面这一整项 后面这一整项 就是这一个东西 所以四分之一 R in turn of r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第二个小题 ok 第二个小题 B half a remain the same 所以 red 等于 k a的平方 比 2 那么 就会等于 二分之一 k a的平方 b 那么就等于 二分之一 R 啊 那 下 是 后面 二 二 感谢观看